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台积电这个工程师啊 金竹竹北 房子越来越买不起了 所以他们有就是到其他县市买房 那我就看到一个很猛的新闻 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积工程师纠团买屋包楼先话题 市场近期传出台积电工程师 为了卡位新厂落成后的住房 纠团向建商以包楼的方式 洽购预售屋 且北中南陆续出现相关个案 台积概念方再度引爆一波房市话题 国内指标建商近日低调证实此事 建商指出 确实有台积电工程师纠团 以类似包楼的方式 像不特定建商 洽购临近厂区的预售屋 但纠团行为并不是为了谈价格 而是怕买不到 相关建商表示 台积电工程师的纠团买楼行为 没有要建商让利 也没有要追价购买 而是要以量换得买房的权利 虽然全台均有类似个案传出 但无法透露地区与建案名称 那根据资料统计 近三年台积电厂区所在的 行政区房价涨势惊人 包含了台南安定 高雄南子跟苗栗竹南镇等三区 年涨幅度均于七成 甚至近一年也有上看两成的涨幅 至于台积电工程师纠团买楼 是否可能有助长房价的风险呢 建商指出 台积电或科技业工程师 买房有几个特点 一是选择品牌建商 二是聚焦三到四房的中大型物件 三通常有结婚成家刚性需求 再加上当前政府房地政策健全 助长风险相对低 不过市调业者指出 台积电对房市而言就是个题材 观察台积电所在的厂区 周边的房价走势 近三年台南安定区 高雄南子区跟苗栗竹南镇 涨幅达于七成 另外新竹县市近三年 涨幅也有六成以上 由于台积电效应成为房市主攻力道 吸引不少指标建商布局 包括了爱山林 清景林 达利 富宇 大陆建设等等 都有指标答案或是构地计划 要抢食台积电概念大饼 专家也指出 在地刚性需求是吸引开发商 赋二线城市推案关键 建商推案跟着台积电走 成为险学 竹中南加等四个科学人区 外加高雄市的南子区 苗栗县的竹南镇 都是印证案例 甚至外溢如新竹县的宝山乡 琼林乡 嘉义县福子市 高雄市的桥头区 接沾光 台积电纠团买房 包楼的概念 他们说是因为怕买不到 现在还有买不到的情况吗 这个我蛮问好的 会不会买不到就是他们造成的 有可能啊 因为他听到别的部门要去买了 不行不行 他们要买了 我们要赶快先下去 然后他们说他们买是 三到四房的这个物件 然后是因为刚性需求 居住需求 这个也让我抱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是纠团买房 这个是因为刚性需求 这件事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认真有在好奇 这新闻是不是有在包庇什么东西 没有 他也有部分是实际的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有一些工程师 他目前还在处于人生中 这个学弟的这个阶层 你知道吗 他想要做阶级的翻转 是不是 他至少要变成学长 学长不一定是只是收租的 至少他有自己的房子 你至少脱离的学弟这个阶层 是吧 所以他有可能就突然去买 那有可能比如说 听说那个三厂的 台西三厂的 他们已经一群人去了 三厂我们十二厂怎么可以输呢 那我们也去 好便宜 三班的谁谁谁 他拿第一名 不行 那我们要练一下 这种感觉 对啊 就这种感觉 输人不能输正 是不是 你搞不好跟 我已经买到一间了 可是我那间听说都是三厂买的 我们十二厂 是不是要团结一下 把它全部买下来 我们大家同时住一间这样子 感情比较好 也有可能啦 有可能真的 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前段时间 这些可能 他还是处于在学弟的阶段 那可能还在看看房子啦 那想说什么时候要买 那现在觉得 不行啦 他真的要买了 尤其今年他们的这个预估嘛 他们台积电不错嘛 那预估是不是 就可能bonus也会拿不少嘛 对不对 所以我已经知道 我可能后面会进来一笔钱 然后现在赶快先去买 不然的话 如果别人先看好了 那我们先不要跟台积电外面的人比 因为外面的人不能比 我们先跟台积电内部的来比就好了 大家差不多时间拿到bonus 那谁先去 谁赢呢 没错 是不是 那他有没有可能去 有啊 我就拒绝再继续当学弟啦 所以这样的话 那就是资助需求啦 对不对 那当然有一些就是想的是说 没关系 那我想办法早点去照顾学弟 照服学弟 那当然就是投资了嘛 尤其像前段时间 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在嘉义那边 大主管当天早上开文会 已经确定了 下午就带着一些小主管 已经先去订了 就订了一堆了 那像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我们一般的小学弟 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我也不可能在上班的过程中 跟着这些主管一起去炒房吧 对不对 他们可能要离开公司出去 很方便啦 就去办个什么事 交代一下他就去了 但事实上哪是什么场刊 他去炒房 对啊 是不是 那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我就怕没有机会啊 我没有要跟台积电以外的人竞争 我们台积电内部竞争 就已经很激烈了 就勾心斗角了 那所以我要赶快去买啊 有没有这样子的急需的需求 我觉得会有啦 那反映到嘛 他们今年赚钱嘛 嗯 今年会有分红嘛 这样子的话 那钱往哪里去 不是房市就股市嘛 一定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难道往我们的口袋来吗 那如果要来的话 超级感谢 给他点到爆 不可能啦 像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房市热是有可能的 台积相关议题的区域 热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换个角度想 投资客想过去投啊 建商也要过去盖啊 台积电自己的员工都在买啊 嗯 那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们台积电有需求啊 如果说你是一般人 如果你想要赚钱 你又不是科技产业的 你干嘛不去跟他们称一称 就知道嘛 市场在那边嘛 有可能会 不管是租或是买的 市场在那边 嗯 那市场在那边 你要跟市场作对 干嘛 那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当然也是选这些物件啦 那所以我们最近常常一直在讲 好像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大家可能会讲说 讲来讲去说台积电好腻 听到好烦哦 那没办法 我们在分享新闻的这段时间 都会是台积电的新闻 嗯 那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真的这个状况是蛮热的 所以我觉得不算是单独 简单的媒体操作或是个案操作 是这个状况真的已经开始热到 新闻每周都要爆了 嗯 他就是被绑在一起的捆绑销售 对 每周的新闻都必须要有台积电一些 那这样子的话 不就是给你一个暗示的吗 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讲台积电 对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讲台积电 是不是你可能投资的立场来看的话 是不是就没那么保值 或是力道弱一点点 嗯 那或是说投资在这个区域 是不是对你来讲 胜率会稍微大一点呢 好 我不是说完全全赢哦 不是包赢的哦 是不是胜率稍微大一点 是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因为这则新闻 我觉得你听到了以后 又是一则台积电 那有的时候连续听了几天 那你大概自己心里面有个底了啦 嗯 甚至有可能有的人比较赶一点点的 你人生中的第一间房 不是自住房 是投资房 租给台积电工程师的 就这一间让你赚钱了 赚了以后让你还可以买第二间 有没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了 或者说有可能 有人是这样子哦 没有鼓吹说 大家一定要这样投资哦 不要骂 好不好 你如果有这样想法 你也不要冲动 我觉得说东西保险比较好 求稳求稳 好不好 我只是说市场有这样的状况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吧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网航老吉 拜